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来台北带我吃什么好东西呢 最后一天觉得它冻冻点了 我们今天就吃台湾的羊肉锅 你问吧 哇 好正的 因为我觉得台湾北的羊肉锅 有点不同的 很重的味道 而且很重的味道 所以来台北一定要吃 这间位于台北行天宫的三十年老字号 羊肉炉店 一来到冬天就一位难求 他们出名够了真材实料 羊肉以麻油老姜炒香 再加当归久己等等的药材炖煮 最后再以特制药汤和米酒煮滚 而且说明只会加米酒不会加水 即使吃到一半加汤也只会加米酒 真的隔着半条街都闻到浓浓的米酒香 再加上望着火真的好有气氛 好香啊 对啊 这个锅真的很香 最重要的是很划算 因为这样的羊肉 二百多元港元 最重要的是师傅 里面是一公斤的羊肉 这些羊肉 最重要的是 每天很新鲜地混合 我觉得它的羊肉很香 不太重羊味 但又不太酥 如果未够后 还可以另外买羊肩肉 不过怕影响汤底的味道 老实坚持不提供单点火锅配料 想再加菜 就只能另外单点小菜 面除了加了麻油 还加了猪油 真的很香啊 但是老实说 这里的羊肉炉相对其他的怪 不过如果你都相信一分钱一分货 就一定要来试一试 提提大家 这间路店只会是秋冬季营业 来之前 记得要上网留意营业的日子